意外都可以看到七六行者的身影 身为召集人的陈修将 他以浪子回头的形象迅速累积了知名度 他曾经自述自己国中部学好 上学里头书包装的都是刀屑 国三就有枪 23岁进监狱 前后被关了有6次 一直到30岁投身殡葬业 渐渐转型成爱妻爱子的形象 而现在再涉刑案 还扯出杨小三婚内劈腿的消息 形象再次反悔 带着七六行者团队到花莲修复遗体 陈修将面对镜头速度哽咽 不知不觉会把他们当成真的自己的清楚 41岁的陈修将担任遗体修复师 超过6年 他是七六行者的召集人 曾经协助过复兴空难高雄气暴 花莲地震等罹难者的遗体修复 好不容易他已经途上台北来 只要走上光云的一片路来 他就是现在在走回头路 我认得是可惜的 陈修将曾说他自己国中就不学好 上学时书包里面没有书都是刀屑 郭三就有人生的第一把枪 强盗吸毒样样来 还曾经经营过应召战 23岁就被关 前后进出监狱六次 直到30岁才让子回头 营造爱家爱妻的好形象 我要帮你装那么大颗 陈修将常常在脸书 晒女儿晒老婆 全家出游庆生 看起来相当幸福 债务的问题你之前有听说吗 没有啊 就我们团队伙伴都有正经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据了解陈修将跟太太并没有离婚 两个人同在殡葬业相互不持 如今陈修将在设刑案 杨小三交女友的消息也曝光 形象在此翻黑 这张话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